財政部長跟主機長 好,兩位首長 廖委員好 廖委員好 主機長,剛剛我聽你答覆我們些委員 真的,你真的要加把勁 第一個 中央銀行每一年繳固多少錢 都超過兩千億 對不對 這幾年一千八百億 第二個 中央銀行為什麼可以賺這麼多錢 主要是因為這個 就是外匯的這個 營運量還有收益率提高 不是啦,他的業務的專業 他這個存款準備力 他銀行銀行銀行的利息很低 可是跟銀行跟他 財款的利率很高嘛 他就賺這個差額嘛 他有得天獨厚的一個 一個他的特性嘛 是不是,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剛剛先有人問說 那未分配的銀餘 保留在那裡不分配 這就是你的責任啊 我們沒錢的時候 就要把錢挖過來的用啊 你放在那裡利息又很少 對不對,這就是你主機長的責任啊 所以我剛才在講說 你真的要用,要用心啊 98年就是說 短收的時候確實也有請他們多繳困 對不對,是,所以像現在也是一樣嘛 那你就不用去借這麼多錢嘛 是不是 所以我在想說 這個行政院的組織法啊 如果我在的時候啊 我一定會把主機處就併到財政部 你知道嗎 這樣才能夠收支配偶來管理嘛 好,不是啊 行家出手啊 果然不凡 我對這次財政部的公債法 我是高度的肯定 為什麼 剛才有委員講說 我們的債務 比希臘還要差很多 可是 希臘他的債務 還有歐盟可以去救他 台灣如果發生債務 我們有沒有像這樣的盟來救我們 部長沒有啊 第二個 我們1997年韓國發生金融風暴 國際貨幣基金IMF去救他 我們又不是IMF的會員 誰救我們 所以我們要不要謹慎 所以今天第一個 我非常肯定 部裡面對這個債務 非常的嚴謹 這是第一個我肯定的 第二個 我剛才講的行家出手果然不凡 你們把GNP改為GDP 從屬人主義改為屬地主義 這非常的正確啊 你國外的手都怎麼可以併到我們國內的手都來計算啊 當然要以國內的生產種子來算啊 當然是以屬地主義來看啊 所以我第二個 我非常支持這一次的改革 第三個 我更在黨政協調的時候 你也聽我在講 對不對 我們一定要對各縣市的債務有一個控管的機制 你們現在有了 這些縣市長我做完了就不是我的事了 可是我們財政不是啊 我們國家財政不是啊 我們的子孫我已經執行過你了 什麼叫做捆老族 什麼叫捆小族 對不對 我們不要捆小族啊 我們不要做自帶剝頭的事情啊 所以我非常支持 再過來 我們看看 我為什麼支持 你們看看 我在預算總質詢的時候 質詢過你們 我這個是 就以你們現在的版本喔 我們的政府的債務 再加上潛在這次行政院的 那個院長的報告喔 就二十一兆桌囉 按照一百零二年 你們明年的編了 還本複息兩千九百億 兩千八百多億 將近兩千九百億 要七十五年才還得完喔 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喔 這個還不包含我們現在勞工保險基金的 一些政府要負擔這個責任 還沒有加進去喔 第二個 你看看 我們的中央的負債 明年就按照一百零二年 我們是中央的負債是兩千九百多億 我們地方負債是多少 比我們中央還多三千多億 三千多億 但是呢 我們中央的稅收占百分之七十一 地方的稅收才占多少 地方的稅收才占二十九 地方的稅收占二十九 但是他的債務比我們中央還多 這怎麼得了呢 所以當然我們要控管嘛 所以部長 我再問你 在我這樣的誇獎你之下 但是很多委員 又有很多的意見 第一個 你也派市長去跟台北市的副市長談過了 會不會讓步 會不會改變你的主意 總在 剛剛委員講的那幾點都不會改變 總在線大概不會調高 那改為GDP那個大概也不變 那現在大概 就是說剛剛講說 中央要不要供體時間 那意思是說 台北市現在爭取的貸款的比例高一點 你們也答應了 就說 不是 而是說他減的太多了 會影響他的建設 是不是中央要供體時間 這一點 事實上我們也覺得 這個比例 讓台北市 因為六度裡面 台北市一加減嘛 五加加嘛 另外五度增加 不是 今天如果台北市 他的比例可以放寬 我台灣桃園市馬上改直轄市 我也要求啊 不是 我台中市也要求啊 我台南市也要求啊 就不是比例放寬了 沒有放寬 因為他現在很高 他現在是3.6嘛 對 GNP的3.6 未來是要砍的啦 對 因為六度了嘛 六度 那砍他說不要砍這麼多 並不是要放寬 不是 不是砍這麼多的問題 就像我們的信用卡嘛 是 信用卡你給我50萬 每一個月可以刷50萬 可是我每個月只刷10萬塊錢 我要這麼多幹嘛呢 我不要這麼多了嘛 一樣的道理嘛 你放在那裡幹嘛呢 我們要共體之間 也要考慮到其他的直轄市 你現在直轄市只有7.25啊 我剛才所講的 你如果給台北市多 我們也要發動其他的五度也要多啊 那你怎麼辦 我們要像桃園縣現在做綠線的捷運 我們也要做很多的捷運啊 也要做航空城啊 要做很多啊 難道你說 那現在我請問你 現在跟你反彈的有幾個縣市 其實就是有有剛剛有發言的 譬如說台中市啊 然後高雄市啊 有發言的委員 我們桃園縣沒有 桃園縣沒有 新北市沒有 我們就比較乖的排 台南市好像 所以不講話你就不讓囉 要講話你就讓囉 包括委員這不叫讓啦 現在就是說那個重新調配 現在六都的分配啊 變成一家烤肉五家鄉啦 可以這麼講啦 就是台北市 台北市降下來 其他五都增加啦 你知道我做過什麼 台北市財政局長 對啊 我很清楚台北市的財務的狀況啊 對不對 一個101大樓 我們就說多少錢 錢利金啊 我們一個雙子星就說多少錢利金啊 我們桃園縣還進BOT 沒有什麼人要來呢 是不是 所以我最近跟航空城的 我們機場公司的董事長講啊 你要徵收第三跑道沒有錢 你的機場公司要徵支沒有現金 對不對 沒有關係 你徵收的土地搭配一杯股票 為什麼 我跟我們的鄉親講啊 機場公司的EPS是4塊8 將近5塊 本益比10個百分之 本益比10倍好了 你就讓股票就變50塊啊 所以你們如果不要 搭配股票不要 我廖正姐來買 我15塊跟你買都沒有關係 是不是 所以我講這意思是什麼 你要看地方嘛 有的地方他有身材的 他有條件嘛 台北市就有很多這個條件嘛 你要跟台北市去解釋嘛 對不對 你做財政部長要不但的做 總統提醒你要 態度要軟一點 要多溝通嘛 我們第一個 就像總統所講 沒人煩鬥嘛 一定會讓你 你要真正要建設 請問 捷運的部分 中央出多少錢 這個可能要才會 你這樣不行 你要溝通的話 你要自己要聽得很清楚嘛 今天台北市是要做新衣的延伸線 他一定有一個分配的比例嘛 中央負擔多少 台北市負擔多少嘛 對不對 一樣的道理嘛 一樣的道理是什麼 如果我中央沒有錢 我要中央出的資源 你只有台北市有錢 你負擔的部分蓋得起來嗎 也蓋不起來嘛 你還是要中央的錢來給你啊 所以 總統講到免煩鬥 就是這樣的道理嘛 所以你要跟他解釋清楚啊 就我所知道 中央負擔的比例一定高於地方嘛 是不是 部長 我們主機 我非常欣賞的 台北市的主機處長 你請上台好嗎 他非常 陳高蔡非常好的一個主機長 台北市的 陳處長 好 主機處長 我們現在捷運的負擔比例 你能不能講一下 捷運是台北市補 中央補助最少的 百分之五十 最少的還有五十喔 你看看 但是往後 往後的路線 就要看你的自殘率高低 以後更低 對 新的路線更低 所以我就在講嘛 第一個 你要做捷運 一定要先評估他的自殘率嘛 對不對 你自殘率不到你硬要去做 那當然你就像高雄市現在有些路線就是這樣子啊 是不是 所以你自己要評估好啊 有多少屁股大多少那個啊 話不好聽就是了 對不對 你要自己衡量你的實力啊 對不對 我想在桃園縣發射一個那個太空搜尾 我就直接到美國去都速度多快 我沒有這個經費啊 所以我跟部長講 如果 你不堅持的話 我一樣我們其他縣市也會要求 你知道嗎 那你沒完沒了 你知道嗎 時間到 過期的部長哪一個拿過 我記得好像印象之中 王前線拿過什麼獎是不是 以後就沒有嘛 那我寄望下一個就是你 有沒有希望有沒有信心 我想不寄不寄望那些獎 不是 我希望你得到那個獎 現在總裁得到9A獎啦 像我很不喜歡講9A啦 立法院被講9A以後 就講到中央警察 9A就很不好意思了 好 時間到 所以我想這個公共債務法 真的非常非常 我們不要啃小竹 不要再留子孫啦 我希望我們 所有委員也好 所有的縣市政府也好 共提時間 我們大家一起拚經濟 經濟拚起來 這比例你的債務還是增加嘛 是不是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非常小心 我們INF講的 台灣的財政已經沒有辦法 應付緊急發生的事情了 已經很嚴重了 所以 部長我剛才講什麼 行家出手果然不凡 我希望你要堅持你的一些理念 謝謝 謝謝 感謝 各位請回 接著請